我太喜欢这个耳朵了 把耳朵这样立起来 这样因为有了对比 所以就会显得脸会比较小 你在中国好看的就是细的腿 我的这里是没有起伏的 是完全低频了 然后包括我去做发型什么的 发型师都会说 你的那个头很尖 你们看了多假 上面我做过纸发 头上填过颅顶头有做过填充 眉毛有动过眉弓 刷眼皮也打过玻尿酸和胶原 鼻子一共做了四次 大家可以摸一下 就是这一个可以在这里 医美达人说穿了其实就是一个医美体验者 就是包括市场上有很多很多项目嘛 然后我们会去在各个平台去发布一些我们的体验报告啊 包括我们的一些医美经验 他说我法令纹偏重下巴比较圆润眼睛偏短 给我推荐了改善眼长改善苹果肌 去法令纹水养活肤风太阳穴龙鼻后唇改薄 然后有说让我龙鼻因为伤根确实挺低的 然后面部填充改善凹象问题 因为这边可能有一点法令纹吧 总的来说还算科学我觉得 摸那个耳朵是怎么内效 你想这个耳朵大一点 其实它就会觉得你的脸小一点 我做了很多项目 我觉得这个是我的极客效果最满意的一次 为了让这个耳朵的形状往前 那么它就在耳后沟注射一定技能的填充剂 然后就显得要瘦一些要窄一些 你看这个经验其实火 火的原因是什么 火的原因就是一位网红 他注射了经验 他上了热搜 其实现在的社交媒体是可以去左右很多审美的潮流 实际上像这种的话 拿着那个什么修过图的这些来 来找我们那个做手术的这种顾客是比例是非常大的 医生我能不能做成这样的鼻子 这样的眼睛 这样的脸型 他那个不切实际 他始终要做一个高鼻子 那肯定就支撑不了 这就会产生很多所谓的效果不好 甚至有的毁容的这种情况的发生 我有半年是走不了路的 我说很可能你要很早开始给我推轮椅了